新美食议员刘美芳所举办的板桥星光亲子放电影的活动进入了最后一场 那么从今年的8月份暑假开始 一连是放映了5个场次 让板桥的大小朋友享受在户外看电影的趣味 增进互动的情感 板桥星光亲子放电影的活动 30号晚间在板桥接受公园 进行最后一场的电影放映会 从8月份开跑的其中一场活动 受到大鱼角局而改期举办 依旧是维持5场的放映活动计划 第5场活动是在接受公园举办 很多大朋友带着小朋友一起来参与 感受不一样的看电影时光 丰富大家的生活乐趣 而刘美芳议员也表示 自己也是两个小孩的妈咪 懂得教养子女的辛劳 类似这样的活动还会持续的来争取举办 要让更多的亲子一起加入享受互动的时光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